好,那么我们这节课的话来开始学习一下PS的格式啊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呢,相对来说会多一点 而且其中的话,有的地方它的难度啊,相对是比较高的 甚至说咱们有些同学呢,你即使有点基础 你可能呢,也容易搞混啊,好吧 所以说这节课咱们要认真的来听了啊 好,那首先我们来讲一下第一个就是PS的原理啊 很多同学呢,他学这个PS 他很多的工具,很多的功能都用的比较好 但是啊,对PS的原理不是很理解 或说啊,你没有掌握它的这个精髓 那么你做东西的时候呢,你就容易云里雾里啊 那首先我们来看几张图片啊 这个呢,是一张人像精修过之后的一个图片 这个原图呢,可能会不太好看 但是呢,我们通过PS之后将它进行了一定的修理精修 然后呢,它就变得非常好看了 可以说接近完美了啊,对不对 好,那么我们呢,再来看一下这张啊 这张图片应该来说我们是拍不出来的,对不对 它是我们通过这个合成去给它做出来的 是不是也是非常的好看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第三个啊 那这个的话应该就是呃,那个什么 画画家画师对吧 他们去这个画出来的 对不对 这个,这两个英雄应该都认识吧 有没有玩英雄联盟的啊 这个呢,呃,有没有玩云顶的 他是不是那个路易龙啊 对吧,狭路啊 所以说,那么我们看了这三个图片 你会发现啊 这三个图片怎么样 它是不是非常的好看 不是我们生活当中你能够见得到的吧 对不对 它不是照片拍出来的吧 它是什么 它可以,它是通过我们这个PS软件给它做 修出来的 那么它怎么去修呢 它修的是什么东西呢 是不是啊 所以说我们呢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图片给它放大啊 把它放大 好,我们不放大 放大一点点 看出什么东西没有啊 你放在这种没有看出什么东西 对吧 那么我们继续给它放大 继续放大 哎,开始看出了一点点细节了啊 好,这个细节再继续放大 哎,那么到了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隐隐约约的 我看到了一些格子 那我再给它放大 哎,你发现没有 对吧 这出现了什么 是不是出现了一个一个的格子 而且它是颜色各不相同的格子 所以说 有无数个格子 无数个格子给它组成 最终呈现出了 我们所看到了 这整个的一个画面 能理解吗 那么这个格子 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到的这个像素啊 那么这个格子呢 它也就能够构成我们这么非常精美的图片 即使你再好看的图片 那么在我们PS里面呢 它都是由格子给它构成的 看到没有 对吧 这个高光我们把它放大 放大看 是不是一个白点 但是呢 我们给它缩小 是什么 是无数个白色颜色不同的格子 给它去组成的 我们继续把它放大 对不对 包括像这个闪光 你以为它是真的一个闪光吗 不是的 它也是一个格子 对吧 这里呢 有的格子 它颜色只不过是一模一样的 你看 对吧 好 那我们继续看这一张 那我们继续看这一张 包括像这里 你看 它的爪子 这里是不是很尖 对吧 这里很尖的爪子 那我们给它放长 是什么 它是不是也是眼 有这种格子给它构成的呀 所以说啊 那么我们的这个PS呢 它就是通过改变格子的颜色 从来改变咱们整个的一个画面 那么如果说 我想要对这个图片进行一个修理修饰 比如说 我想要把它的这个嘴唇变颜色 那我怎么办 那我是不是就是改变它的颜色呢 对不对 改成一个什么颜色 好 这种这种颜色吧 对吧 那我如果是想把改变颜色 那我是不是这样 好 对吧 好 慢一点涂啊 对吧 我不涂那么多 我涂一点点 对不对 你看它颜色是不是改变了很多 对吧 好 继续改啊 这个改的不明显 那我多涂几层 是不是 但是呢 我们去做的时候啊 并不是说一个像 一个像素 一个像素改 我们是通过这些工具啊 对它的大部分的像素 或者说是某一块区域的像素 去进行更改 当然了 我们也可以怎么样 我们可不可以单个的去改 它的某一个像素呢 当然是可以的啊 你看 比如说我们调整这个大小 你看我这个画面的大小 它是不是只有一像素啊 只有一个格子这么大 看到没有 那我就可以通过改变这一个像素呀 你看 对吧 哎 那个像素找不到了啊 好 这里啊 你看 我是不是可以改变这个像素 对吧 改变某一个 我可以改变这个 但是我一个一个改 是不是改起来 相对来说会很慢啊 因为你看这么多像素 你得改在什么时候去 对不对 所以说啊 一定明白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像素 它的像素的话是什么 它是大小可变的啊 你要知道 我们这个像素 它是能够改变大小的 这里呢 我们不好去展示啊 然后第二个就是 我们通过颜色的调整 从而去改变我们的像素 而像素从而去改变 整个的这个画面的呈现啊 好吧 好 那么我们这里呢 就明白了我们PS 它是如何对画面 进行一个改变的 这个呢 应该来说是比较简单的啊 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第二个就是 咱们的这个图层的一个认识啊 那图层这里的话呢 它有两个关系 一个呢 它是属于一个透明的纸张啊 透明纸张 什么叫透明纸张呢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 新建一个图层 你看 这里是不是有很多的图层啊 对吧 那么我新建了这么多图层之后 你会发现啊 我下面这个图层怎么样 我看到了这个效果怎么样 它是不是没有变化 它有变化没有 它没有变化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 我新建的这个空白图层 那么呢 它就属于一个 透明的纸张的关系啊 透明纸张关系 那第二个呢 它就是个堆叠的关系 那什么叫堆叠的关系呢 我们把这个 好 我们把这个图片给放在这里 放进来 然后呢 再把这个图片也给它放进来 看到没有 那么我这里呢 有三个图层啊 有三个图层 那你会发现 这三个图层 它不是空白图层 我给它放进来之后 它会有什么 它会有一种的遮挡 就是说 在上方的这个图层 这个上方图层 它是不是就把下方的图层 给它遮挡住了呀 是不是 但是呢 这个上方图层 它是哪些地方才能被遮挡呢 它一定是有内容的地方 才能被遮挡 比如说我们把它关掉 你看 这个地方 它是有颜色的 那这些没有颜色的呢 它是不是就没有遮挡 你看 是不是 比如说这块没有颜色 它是不是就能够把下方的 这给它显示出来 能理解吧 这个应该是非常简单的啊 遮挡关系 好 其实就相当于什么呢 就比如说 我们在这里画个人 对吧 我是一个人啊 这个人 他的眼视线是这样的 那么他前面有块板子 一块板子 然后呢 两个 在这里 在这里 对吧 那么这个它是最高的 如果说我这个人 从这边看过去 那你能够看到什么 是不是我只能看到 这一块板子 对不对 是不是只能看到 这块板子 对吧 所以说后面你能看到吗 看不到 这就是一个遮挡关系 但是如果说我这个人 对吧 这么样子 然后呢 前面的板子这么高 后面的板子 它有这么高 对吧 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那你看到什么 你是不是可以看到 这个整体 然后呢 看到这个地方 然后呢 是不是又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 是不是又能看到 这个地方 对吧 所以说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 图层的关系 那我们这个图层呢 在我们PS里面 是从上啊 从这个地方 往下去看的 所以就会呈现出 这样的一种 这种关系 那么它在最上面 看到没有 它在最上面 你就能够完整的看到它 然后它 它挡住了下方的 这一块部分 所以说我们呢 只能看到这个地方 对吧 但是因为这两个图层 它都没有下面 那个图层大 所以说下面的图层 我们能够看到 它的一部分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图层的一个 基本的关系 一个它是空白图层 我们就把它理解为 一个透明的纸张 因为我们前面讲过嘛 这个画布 它是什么 如果说这是空白的啊 这是白色 白色它也是一种颜色啊 它不是空白图层 什么叫空白图层呢 空白图层 它就是什么都没有 没有任何的颜色 白色呢 它也是一种颜色 看到没有 白色是五彩色 也是属于颜色啊 好 那我们前面讲过 对吧 这是一张 我们前面讲的一个 它是个画布 画布相当于一张纸张 对不对 纸张上面没有任何东西 那么它就属于一个透明纸张 那么我们图了颜色之后 它就不属于透明纸张了啊 好吧 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 好 然后呢 我们接着再来看一下 这个基础的操作啊 呃 这个技术操作 我们在后面也会讲 但是这里呢 我想先再去给大家讲一点啊 第一个就是新建图层 那么我们新建图层的话 最基础的就是新建空白图层 在这个地方 它有个加号 点一下 就是新建空白图层 看到没有 那这里呢 我就有个新建的空白图层 这个空白图层 它有什么作用啊 那么我们可以选中图层 给它做事情了呀 对吧 你可以画画啊 好 对吧 你看 我是不是可以涂东西 在这个上面啊 这个呢 就是空白图层 它是用来承载 我们的这个画面的啊 对吧 那我我再去新建个 那我再新建个 我在这里 给它改变一个颜色啊 如果我在这里点一下怎么样 会出现什么样的效果 那我问大家 会不会把这个红 粉红色的挡住 觉得会的话 扣一 觉得不会的话 扣二啊 我画大一点 会不会挡住 如果说我在这里 在这个图层二上面画一笔 会不会 肯定是会的呀 对吧 因为他们之间有个遮挡的关系 那如果说我在这个地方 图抹一笔 会不会把这个挡住 会不会 应该来说是不会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啊 他的位置不在这里呀 对吧 你看好 但是呢 我有办法挡住 怎么挡住 我把它移过来 看到没有 那我可不可以把这个 这个位置啊 我给它移过来 是不是就给它挡住了呀 能理解吧 啊 这个就一定是要明白啊 我们图层的一个关系 它就是一个叠 呃层叠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 好 然后第二个就是图层顺序 咱们前面讲了 图层的顺序是上面的 上面的就是会挡住下面的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顺序的关系啊 好 那我们这里呢 也可以把这个白色的给它去 拣出来 好 第三个呢 就是一个选择图层 那什么叫选择图层呢 就是如果说我们要操作啊 你一定要选择相对应的图层 比如说 我想要这个呃红色的移动 对吧 我想要到红色移动 那我一般情况下怎么做呢 我要是先选中这个红红色的图层所在的位置 对吧 我再去移动它能理解吗 对吧 我也移动蓝色的 我是不是先移动它 比如说我要把蓝色的删除掉啊 比如说我在这里啊 我要把这个呃蓝色的删除掉 对吧 那我选择了这个 那你看能删除吗 那我点去删除 那你看删除什么 是不是删除的是我们这个粉红色的呀 对吧 同理 那如果说我想删除粉红色 但是呢 你选了这个蓝色 那我点删除 你看 是不是就把这个给它删除掉了呀 所以说一定明白啊 我们一定 我们的操作一定是建立在选择正确的图层上面啊 如果说你选错了 那后面这个操作你可能就承认不出来啊 好吧 然后第三个就是图层的显示 就是比如说 我只想看到这个图层 怎么办 我就把其他图层的关掉 看到没有 那我想不像 我不想看它 我就把关掉 我想看它 把这个眼睛打开 那包括这个 是不是非常简单啊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所补充到的一个 呃 最基础的 那这里呢 还有一个就是透明像素的作用 呃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的话啊 你看啊 如果说我在这里 嗯 怎么做呢 我要去填充一个颜色 你看啊 这里呢 它有的地方 它是 这些地方 它是空白的 对吧 这空白的 我们把它叫做透明像素 如果说 我要去填充一个颜色 比如说填充一个 青色啊 填充一个青色 我只想干嘛 我只想把它的颜色 填充为青色 那么怎么填充呢 啊 第一种方法 就是按住control键 点它 把这个选区啊 给它点出来 看到没有 这个选区 我们在后面会讲 然后呢 填充青色 好 第二种方法就是 我点击这个锁定透明像素 点击锁定 你看 这里会出现一个小锁啊 这里也有个小锁 但是他们两个锁的属性 或者说他们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啊 这个时候我去填充你看 是不是也只有它就会变成这个 青色啊 对吧 那这里呢 它是锁定不一样的地方 你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我把光面放这里 它会显示一个锁定透明像素 然后我点这里 锁定图像像素 然后呢 锁定位置 然后锁定画板 然后锁定全部啊 这个呢 你每一个都可以去试一下啊 好吧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本节课啊 所讲到的 第一个的知识点 就是 PS的原理 以及呢 我们图层的一个认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